一看到又有人走错路 好心的远景冲上前提醒 骑士和乘客似乎还没搞清楚状况 纷纷低头看看自己的手机 明明是跟着导航走哪里出问题 导航都要自己注意一下 有的是汽车有的是机车 那个很多都这样误闯进去很危险 原来是导航设定没看清楚 误闯汽车专用到差点违规上路 虽然路口设置有机车禁止行驶的标志 但如果是不熟悉路线 还跟着汽车导航来行驶的话 很有可能就会走错路 这里是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与十大路口 虽然都有设置明显的标志 仍经常发生走错路的情况 实际设定导航走一回 看似机车与汽车的路线相同 可是一个转弯却大不同 一个能上快速道路 机车却只能走平面 其实导航的系统都有代步工具的选择 有汽车 机车 大众运输工具还有步行 出发之前要看清楚 连路名也别疏忽 根据台北市警方统计 机车违规行驶高架道路 以市民高架最常发声 接下来则是建国高架以及基隆高架 民众出门可别只看导航不看路标 万一走错了 布局未归还很危险 TVBS新闻和怪异中引论叶俊台博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